小伙伴们还记得,童年时代的英雄,奥特曼们,为了保护世界,无论哪里出现怪兽,奥特曼都能及时赶到,跟怪兽展开殊死搏斗,然而就有这样的一件事,同样是高人气的奥特曼,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迪迦,而不喜欢赛罗, 1996年迪迦奥特曼的播出因创新,动感十足,而且首次开始用了三种形态的切换来对应不同战局,迪迦奥特曼做出的大胆创新可谓是非常多,加之又继承了很多就奥特曼的情怀,因此迪迦奥特曼综合来说评价是相当的不错,而对于赛罗奥特曼来说就显得比较新了,虽然是赛本的儿子,但是并没有自己的独立TV版完整故事,登场单说也是相对较晚, 因此他的谜地迷昧,大多了一些新奥特迷,而迪迦对于赛罗来说就早很多了,迪迦在1996年播出后,又迎来一次长篇TV奥特曼特写的复兴作品, 按年号称是平成三部曲第一部70年代和更老的奥特曼,由于画面相对模糊许多,特效也没有90年代的迪迦奥特曼华丽,剧情也更显简单甚至恐怖,因此90后和00后再先入为主的前提下,已经没法喜欢老系列的奥特曼,反而陪伴自己的迪迦能成为最喜欢的作品之一,不过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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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